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为了感谢全天下的母亲无私奉献 以及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与祝福 在这个特别日子 卓西、玉里、布里南区三个乡镇公所 都在母亲节前夕 办理母亲节感恩表扬活动 来表达对母亲们最诚挚的祝福 为了感谢全天下母亲无私的奉献 以及表达对母亲的感谢与祝福 在这个特别日子 卓西、玉里、布里南区三个乡镇公所 都在母亲节的前夕 来办理母亲节感恩表扬的活动 来表达对母亲的爱 其中卓西乡公所今年 共表扬了六位的模范母亲 以及六位的环保妈妈 真的我带孩子带五个孩子真的很辛苦 很早他们的爸爸往前 然后我五个带他们这样子 真的很累很累 我哭了有时候会偷偷地哭这样子 所以我就现在当模范 我就觉得很快乐很开心 虽然这个日子是国庆的日子 但是妈妈的节日是没有特定的日子 另外玉里正公所则是表扬了 17位的模范妈妈 并也准备许多的精彩表演 现场温馨感动 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爱 就像长江水一样 那子女对父母的爱就像平安一样一样 父里乡公所今年则是表扬了13位的模范母亲 并且为了感谢美村被表扬的模范妈妈 公所特别准备了精美礼物以及贺贬 质赠给各村接受表扬的母亲 让在场的妈妈们感受到满满的爱 记者高雄霜卓西湘采访报道